嗨,大家好,我是南达沙 你们大家都知道最近 江苏这边的疫情比较严重 是吧?还有浙江 上海 对 我们也做那种 叫啥? 放空 对对对 我们也就随时带国招 我现在因为拍视频 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睡不太了 前两天我们 前几天是吧 我们去了乌西 对有几天了已经 对有几天了一个星期是吧 对我们去了乌西 然后 就上高速了 上高速之后我就一直 玩手机就进去视频 然后 我们就是去办事 就立马会疑心也没有下来 高速的时候也没有下来 就是乌西的朋友们知道 从宜兴到乌西只有开小时 一个小时是吧 开车 对我们宜兴是乌西的县级市 对对对对但是中间有昌州 对县级市中间隔了个昌州 对呀这个是很尴尬的 所以我 我诞生到了两部书记 就是我经济视频的那个手机 我一直玩嘛 所以我可能就是过那个交界的地方 交界的地方对呀 行程吗 有那个昌州的 对对对 两个字 然后今天是我们学区的人 给我打电话说 要去学区那边宝贝一下 也配合一下做核酸检测 我当然去做了 我今天做了 还有要做上次 对 所以这个我们也特别支持 虽然我没去过 能幻于未然 小心一点总是好的呀 对呀 但是有这种规定 我们也去配合一下 对不对呀 那你今天在那边做核酸人多吗 挺多的 然后我觉得那些就是 护士呀 医生呀 就是那种执援者 对呀 特别辛苦 我也想去 就特别想等一天执援者 就感受一下他们的辛苦 因为我真的今天就是看到了 他们真的很辛苦 人特别多 而且今天是下雨天 真的特别特别冷外面 所以我也 作为一个江苏媳妇 遗心媳妇 我也想付出一点 怎么说呢 能力呀 但不知道行不行 先请去当志愿者是吧 对呀 回头我们找这个相关的人 是来问问 对呀 看看可不可以 难能可贵 你个外国人想为我们这个 遗心出分力 这是我的荣幸啊 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真的很辛苦 而且他们要求我们去做核酸监测 应该我啥都没说是吧 我说好的我去做 虽然我真的没去过 对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有的人还是会有点情绪上面会有点问题的 对呀 对呀 但是我只是百分之一百 我知道我没去过 嗯 现在中国也那么多十项图呀 是不是随便这么差呀 就 反正我就 我自己知道 我对自己负责人 对别人是更更要负责人 因为 我啊 没有工作 我待在家里 没事 但是别人 他们有工作呀 家庭呀 孩子呀 是吧 天天去做核酸其实也蛮烦的 其实是 对呀 这个要排队 其实很长时间 我今天排队拍了一个小时 这个酸 就是时间比较短 他们其实每个人做起来很快的 对吧 特别快特别快 就是人比较多 对 就是你要登记一下 然后你直接去做 看了一下这个三字 但是 因为人特别多 那些人真的很辛苦 就是一直要站在那边 而且没有休息 也就是一直站着 一直 还要穿那个防护服 防护服 对呀 也不吐气的那种 对不对 这两天天气比较热 对呀 有的人也戴着眼镜 戴着口罩 还有上面是那个防护服 真的很难受很难受的 就一直就是有那种武器 是吧 对对对 特别难受 对 他们真的很辛苦 所以你想去 等于是一方面是体验一下 对 第二方面是去记录一下吗 因为 对呀 对呀 我以前不是学医的吗 是吧 对想起来是有这么回事 你忘了是吧 嗯 所以我觉得 要是可以的话 我去 我去感受一下 要是不行的话 就我最起码有这种 怎么说 要忘了是吧 对对 你有这个想法特别好 是吧 代表代表我们全家感谢你一下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啊 现在就是疫情嘛 疫情期间我们还是就少一点出门 少一点去那种 嗯 娱乐场所的地方 娱乐场所有的那已经关了 就是少聚集 对呀 对呀 少一点就是当马家呀 傻的 是吧 因为我知道有的人就是三天不大就说些人养了 但是这个也要就是扔一扔是吧 对要不网上打打也行 哈哈哈 对呀对呀 因为我我今天真的看到了那些那些人 觉得他们很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医护人员啊 对呀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自己负责任 对别人也负责任 也减轻一下医护人员的这个工作量 对现在我也去申请一下 也不知道就是在哪个区可以担担这个 就是我们疑星的这些这么多区域啊 对对对 看一下要是可以担的就不错呀 嗯 要是可以一直担我也愿意呀 因为反正我也没有工作是吧 我去试一下啊 最喜欢试一下 对哎呀我听得好感动呀 你这对我们这个疑星这么热爱 这是必须的啊 嗯 疑星媳妇嘛 对不对 哎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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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嗯